这样的歌曲对你们的年纪来讲听得进去吗 真的没有客气 对我来讲呢我是觉得我就是那个年代的人 所以听起来很有那个feel 而且我现在仔细听一下当年叫周淑慧 后来改了名字做歌手叫周子涵的 现在听起来一点都不汗颜 因为以前我们录唱片的时候 我在海山钟光荣制作人就说 好好唱多用点心免得以后这种历史的痕迹的时候 你会后悔的 所以录唱片说就是要认真的唱 他基本上要求的就是pitch不要跑掉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更希望重feel 可是你有了feel就没有pitch 总有这样的人嘛 所以他就是pitch为重才来讲feel 可是我现在听周子涵你当年 这是1993年的黄大军的作品 我和了你唱得很好 我现在听起来了 还可以 你自己听的感觉 我自己听啊 后来你知道很特别的这首歌很好玩 因为这里面有这些男生的和声 是不是孙建平啊 不是 是不是孙建平老师 不会是黄大军 不是 是不是李福星老师制作人 不是 但是呢是另外一个制作人 李福星的弟弟李富强老师 他后来也在我唱片当中也帮我写歌 像第四章折磨那样的专辑 是是是 曾乐龙老师写词 他是作曲 然后他自己其实很喜欢唱 但是他是一个很害羞内向的人 真的 害羞内向可以唱成钢那样的合音 你知道他怎么唱 他不唱和声之外 因为这和声是职业谢文的唱 但是因为那个key很高 他们想要挑战 他就趁在mix我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自己就是晚上半夜就在录音师录的时候呢 他就是开一轨把他自己的男生 他也唱进去了 结果录录的时候 在mix的时候呢 就制作人他们都听到 这什么声音 这是某一轨 然后录音师就把他唱的那轨推出来 吓一跳 这什么声音 谁唱的 小强老师啊 就说他唱的 结果老板 老板的想法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老师都说乱来 自己乱唱的 怎么可以在我的歌手里面 这谁讲的 他哥哥啊 李富星老师嘛 跟黄介文是制作人嘛 对 那他那时候是副执行制作人 就是一起的 然后 老板觉得说 这个有卖点 男女对唱 这个因为很多男生都要想要挑战 一般人唱不上这个女癖嘛 就他声音很高 所以他就另外一个版本很好笑 但是我常笑他 他是讲 他就是咬字有点台湾国语嘛 就跟我唱唱 跟我的歌 我觉得很多人抗议说 这个碰掉有点跟我不太合 我都笑他说好像 吃冰郎的时候唱的感觉 李富强 你下次如果找到那个版本 对 我每次听到那个版本 我就很多回忆觉得很好笑 但是很 这因着他那个有男生的声音 所以很多人到KTV 男生到挑战 可见了你当时的老板高耀东先生 在某些敏锐度市场的感觉 他是很棒的 是很敏锐的 那当时我们很抗拒 很多人觉得他破坏我的美声啊 什么工作人员都有一些意见 可是他是独排综艺 把他放在的那个精学传记里面 我可惜就是没有听到他的话 因为到后期的时候呢 做广播做的还蛮得心应手 他也跟我提过说 问我想不想出唱片 出片 就是啊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也不想哪边少了一根精 总觉得说 我那时候拿了奖 一切要更好 而且我还蛮喜欢 喜欢唱啊 你很会唱啊 而且我蛮欣赏高耀东 就是那个缘分没聚足到 后来他出了谁了 你知道 我现在家里还有他的唱片 龙少华 青年的金钟奖演帝 我是制作人 我是那张唱片的制作人 他出了两张是不是 一张第二张后来还没有出 因为后来还是演戏为重嘛 那龙哥是爱唱 真的就是爱唱 然后你必须要教他 因为台语他当然专业 我台语不专业 所以当时我就还找了文夏老师 所以跟他接触很多文夏老师 我就很熟 他的儿子 女儿跟女婿 那文夏教他发音啊 不是 就是我们 就是找老师的歌嘛 他指定想要唱哪首歌 可是都是文夏老师的 我就要跟文香老师接触 我要买他们的歌来 给他唱 然后教他 那时候周子涵已经做制作人了 那时候周子涵已经做制作人了 我入围过金曲奖制作人 恭喜啊 对啊 就是后来制作了就是龙少华 都男生 我自己的龙少华的 王中平的 跟王中平的弟弟 韩志坚 王中平的弟弟 王中平的弟弟出片 对啊也是在蓝白出片 你看啊 家里就是这样 出了一个王中平 就不可能有韩志坚 出了一个周子涵 很久不见得有你们家的蔡依林 哈哈 妙吧 但是 家里一定会出一个 出一个 那也有啦 原住民都很厉害啊 除了嘉嘉 他们那一家也有很多人 啊真的 那比了他的舅舅开始 就是浩恩啊对不对 对啊 陈建年老师啊 季小军啊 家家 真是吓人啊 对啊 阿妹啊 还有 那他们都是一族的嘛 非男族 哇 所以你想想看 我真的不知道 你已经做到制作人的位置了 后期啦 后期当然就是 因为我本来是希望 就是一直都以音乐为我的工作 我就是 就是我会想说 唱歌能唱多久呢 这一天到晚都看到人家说 长江后浪堆前浪 那前浪就嗯啊 所以我觉得说 但是我 所以我一直回到初中 我进到这个圈子 我都说 我试试看 因为我对我自己很没自信 所以我才那时候说 一张就好咯 一张 试试看可不可以 一张就好了 我当时也是心里想跟高耀东 就一张就好了 就不晓得为什么 你一张都不出 对 不是不出 怎么就戳脱掉了 你看连黄大军也在我们面出了 对 没有错 没有错 而且最重要是他的老板 高耀东先生 他开了口 所以我就想 现在回头想 很多事情没办法吃后悔药 你知道 他就是一个有敏感度的人 敏感度 觉得他可以 那就算出了唱片以后 你看我现在看到龙少华的唱片 我就感慨 感慨就觉得 好歹 好歹 对 你知道吗 没有错 你讲的对 你可以看到一个 在演艺圈演戏这么专业的一个戏精了 可是面对录音这件事情 他就是很尊重把你当老师 就是老师到着 就是学习像一张白子一样 重新学习唱歌 我觉得那个过程好有趣 就是要这样 是不是 不过还有点 你还有机会了 好期待的 你看我们的周子涵 今天我看到你本人 刚刚你在我们的录音室外面的走道 看个头跟当年一模一样 再做进来以后 我肯定你跟我一样 都不需要打破尿酸 目前还没有过 是这样 你真的都没打吗 我是还没开始 不是 你看我做文家文字 我们完全是崇尚自然 对不对 这个会不会是跟你后来进到 信仰当中 对 我又在想 其实多多少少 我觉得当然 我觉得我们 人都会觉得 哎呀我自己如果可以更好 那多好 希望追求再好一点 再好一点 可是我觉得那是 还是要合乎自己 包括年纪啊 或者是我们的 毕竟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每天 在荧光幕前面 而且人家认识我们呢 可能对我们的认识是 现在可能叫做资神歌手 或怎么样 资神艺人 我们把声音留给人 在一个某一段 生命的历程当中的回忆 因为人总是会老 我现在更有一个感触就是 每一个阶段 都有你该当红的时期 对 那个时期是因缘续组的 所有旁边的条件都凑合了 对不对 就是该你好的 可是你在那个时候好 是不是到了这个世代好 不一定 如果你在那个世代好 你到这个世代 还能毅力涌存下去 那真不简单 不容易 还是要很多的 当然今天自己的努力非常重要 但是环境嘛 那我自己本身 性格里面 我就是比较随语而安 我没有真的对人生有真的 远大的理想抱负啊 或者是我希望达到什么样的 因为我一直以来 我一路走来 因为我想很多人觉得要进行一圈 非常的努力 参加比赛 然后透过各样的关系 自我推荐也好 或者是什么参加电视台的征选什么 我从来没有为我进入这个工作 做过任何一点点的 我还是三推 推到最后 等一下 你包括你出的第一张专辑唱片 我们前面听到的那个歌曲 听说你离开他 对 也是半推半就 半推半就 一脚被踹进入 怎么会找到你呢 蓝白那时候已经有方济为跟潘美成 你都在带他们了 江念听 都有了对不对 应答 对都有了 在我前面有五位歌手 那怎么会高耀洞又敏感多些 我不知道啊 因为在后 我觉得应该是储备吧 就是每一个人处理 或者 或者总是觉得说各种类型的 艺人 歌路 那换句话说 你的贵人还是蓝白的老板 高耀洞 我相信最大的贵人 你说上帝吧 那但是呢 他会调度各种环境 我在那个时候 在我路上碰到我的学妹啊 对 然后我就傻傻进了国光啊 才会有后面 每一步路都是 你说 你说他的贵人 我觉得就是 在这样的安排调度当中 但是会有主要的 所以你现在进这个行业 少说三十年 好不好 到明年 那个韩幕后就三十年了 三十年下来 你会不会看人 你是只看 看这小孩 你觉得他适不适合走幕前幕后 看出来吗 看应该是可以 好你帮我看 在这录音室里面 这位晒晒晒晒晒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 他呢是我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学弟 学弟 他本身是学戏剧的 说戏剧的 学戏剧的呢 他对摄影很专长 他摄影拍的很有声音 但是呢 他也不放弃他演戏 也喜欢主持 是不是这样子 对对对 什么叫麦克风 不能那么高 对 让晒晒姐姐看一眼 看有没有什么样的 可以给他建议的 不说话的时候 可能就是一个很安静的助理啊 在旁边 那我相信他如果给他舞台 他可能立刻就活过来 那给你十秒钟舞台 来秀一下靠近麦克风 秀走 随便你啊 现在就有机会啊 如果你想做主持人 你要讲什么话 如果你想做演员 讲一段口白出来 这就算是 唱一句也可以 对 模仿也可以 嗯 那唱一句好了 好 有一种悲伤 是你的名字 停留在我的过往 好 谢谢 真的就一句啊 一句好 唱起来好像我儿子一样 哈哈 晨瑞的调性 晨瑞 你知道吗 现在年轻人就这个调调 对 就这个调调 咬字不能太清楚 太清楚就low了 嗯 就喜欢这样 嗯 语言 嗯 当然从 从周杰伦那个 世代开始 但是我觉得又将近要转换 世代了 一个世代一个世代 好来 你用一段大概30秒来自我介绍 像主持人一样 开始 5 5 4 3 2 Q 大家好 我叫张维元 呃工长张四位八德的为一员两员的圆 大家也可以叫我 继我叫委员 立法委员的委员 然后我现在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大四的学生 呃 兴趣是摄影 然后专长是演戏 然后我对于我非常热爱表演 然后也希望之后可以在舞台上或者是电视上表现出更好的东西给大家 好 先鼓励一下 最后再给你一个机会 来等一下 刚不是做主持讲话吗 对 现在秀一段你在国立台湾艺术大学 你曾经演过的一个角色 你觉得对那个台词念念不忘 觉得还可以马上即兴的表达 我们看一下 来 你 看我很久 我也看着你很久 我希望我们两个人 可以走一辈子 也希望我们两个人 能够一起努力 季姐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是本来像有个爸爸的 突然好像又是一个 你这样跟女生 女生讲话等下就吓到说 我回家问我妈妈 那个感觉 好 你看至少 至少今天让你 在一个资深的制作人面前 秀了三段 对 好 那想不想听答案呢 想 一首歌曲之后才能出生答案 这首歌我很讶异 你会选它 当我老了 周子涵 这首歌真的 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都觉得说 这真是人的一种心境 但是 很特别是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圈内资深的大哥 傅达尔大哥 是 他要离世之前呢 他不希望到最后大家 让他看不见 他做了生前的告别式 他就指定我要为他唱这首歌 就找了我跟他的干儿子 就是 李树全大哥 是 好我们来诠释这首歌 然后 当然这首歌的原意 当然是在为他妈妈写的 但是事实上很多人呢 都觉得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老去的过程 但是当我们有一天真正老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要 就是享受我们在那种 好 黄昏日暮的时候呢 人生 这种好像也没有什么要求 能够平平淡淡的 然后心中 就是也没有什么牵挂 但是 最终呢 就是 我觉得就是享受那种的平静 那种一种的情绪在这个里面嘛 然后 你看到有一些人拍的各式各样的MV 就是诠释这首歌曲 所以我觉得是很美的一首歌 我想这首歌大家都还有点概念 除了这位来自于山东的赵赵 对母亲的思念之外 他也正好无意间看到了 艾尔兰诗人叶芝的一个诗歌 《当你是老》 突然有感而发 在2015年在大陆推出以后 其实一直红到现在 重点是这个歌词 跟他的歌声很贴切 《当你老了》周子涵点唱的歌 《当你老了》周子涵点唱的歌 《当你老了》周子涵点唱的歌